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严民的精神家园 两会期间 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传统文化传承 美育新国提交提案 呼吁将肥仪纳入国民教育 创新展览增强体验 加强美术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减少艺术学习的功利性 增强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修养 遵循艺术特点调整戏曲教育模式 在高校开设戏曲专业 我今天的提案的主要是关于 就是在中小学当中 加大艺术教育 以核心素养教育为核心 来推好我们的美育工作 美育是人的完整的心灵教育 真和善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 入垮剂和桥梁 其实就是美 所以得志体美一定全面发展 我们的艺术教育的基础教育问题 所沉添下来的这些个 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沉添 那么应该有这个知识的基础 然后才是学肢体上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一层次的教育 他学了很多技术 他脑子是空的 心也是空的 所以最后他当走上舞台的时候 可能也是空的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将于4月16号举办 其市场创投项目 征集数量再创新高 累计接收项目712个 其中爱情类项目达195个 喜剧类168个 类型丰富 电影节期间 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奖 北京展映电影市场等相关活动 将集中举办 500多部1000多场中外电影佳作 将在北京29家影院展映 其中电影展映环节 将举行法国之冲 聚焦意大利 加拿大电影单元等系列活动 北京展映单元 将为影迷奉上 致敬大师的专题展映 由徐帆蒲村姓领先主演的 北京人艺经典作品 阮玲玉日渐再次登上 首都剧场舞台 从1994年第一版收演 到2013年第二版复牌 时至今日 这部经典作品已历经20余年 阮玲玉用保战协议的笔墨 和诗话的语言 再现了阮玲玉短暂而美丽的一生 而时空转换 隔空对话等舞台蒙太奇的手法 让这部纵片充满浪漫 期晚的色彩 演出将持续直等于11号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讲好中国故事 一直是今年两会重点关注的方向 优秀传统文化 如何感染年轻人 媒体应该如何发挥职能 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两会期间 政协委员谈坚定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记者会 在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 我们来听一听现场 全国政协委员刘长乐 冯继才 苏世树 成龙 海霞 对坚定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的个人体会 讲好中国故事 说老实话是件很难的事 究竟世界上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故事 全国政协常委刘长乐 用讲故事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 意大利最有名的歌剧 Torrento 这个非常著名的歌剧 它的歌剧的主要音乐素材 就来自于茉莉花 在意大利演出了 一名惊人 造成了非常非常强烈的中国震撼 说明了民族的东西 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 说明了美好的东西 是美国西方 全世界的受众们 需要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而在刘长乐看来 最有意思 最震撼人惊的中国新故事 是中国的反腐大戏 他说反腐的问题 在中国十八大以后 是一场起伏跌宕 荡气回肠的大戏 党风的振奋 党风的好转 跟反腐大戏 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所以反腐大戏的这个故事 世界需要了解 媒体也需要报道 全国政协常委冯继才认为 文化是以人为本的 是让人享受的 传统文化修养 能够给人带来精神愉悦和幸福感 青少年是未来的生活主人 他们的传统文化修养 关系到文脉传承 所以他非常赞成 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 让年轻人通过学习 获得传统文化知识 同时他表示 带领年轻人真正体验传统文化 也是十分重要的方法 比如即将到来的清明节 除了让孩子们通过书本 了解清明节的传统知识 也可以带孩子们去祭奠音乐 或者踏青 告诉他们古人插柳的知识 有过这样一次体验 你不必开始不必讲太多的知识 他会记住这一次活动 他会跟自然亲近 他会闻到春天的空气 他都知道我们古人 多么讲究跟自然的亲和 这样他就有了一个记忆 慢慢大了 他才知道在有一些知识 一方面有知识 一方面有情节 人的心灵进入了传统 传统也进入了他的心灵 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式 文化的学习最好的方式是体验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育 和注意体验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播音员海霞介绍 新闻联播在春节期间 推出的《厉害了我的国》 在白度上搜索量 已经超过了一个亿 还有场景是海彩一路回家 家事什么等 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收视 他说有一个观众说 新闻联播怎么成了催泪蛋 但是就算哭 观众也特别喜欢看 愿意看 为什么 我跟节目组 主创人员聊过天 新闻里面相濡以沫的老夫妻 他们温情的表白 代表了中国人的爱情观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春节过年的时候 一家人照一个全家福 就是中国人的家庭观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 在做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些节目的过程当中 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这个回报不是奖金 也不是拿的大奖 而是一种心理的满足感 特别有成就感 因为他说我看到我的节目 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全社会都在点赞 而且全社会都在去重温经典 去重新回归到我们的传统当中 从传统当中找回到自己的初心 有了初心才能继续前进 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风化人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 苏世书常委在本次会议前就发起了 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的倡议 倡导国人紧握汉字书写之笔 重新汉字书写之风 以汉字之美汉字之心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字信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以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提供更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后来经过调查研究之后 发现小学基本上还是写字课 那怎么办呢 就通过语文老师 加强培训来解决 我们想办法上书法 有个教室 再有个老师就成了 这样的话通过几方面 慢慢慢慢逐步的去解决 十字问题解决了 书法金科长 我想就是可以了 2016年 成龙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是中国首位获得这项荣誉的电影人 作为中国电影的代表性人物 成龙回忆了自己在本土市场和美国市场的打拼经历 早上断角下午开工 不管票房好不好 我都用心去拍 我的电影到了很多地方成功了 很多人说 Are you Chinese 哇你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名片 给我太多太多压力 拍电影的中间 我也成熟长大了 原来我的动作可以影响那么多人 我以后拍电影要小心一点 那怎么样 除了打 我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文化 加进去 我自己到一些任何场合 我一定穿糖装给人家知道 我是中国人 全世界人家要来中国 要分这一杯跟 我们的电影 只要努力 很快就会走出去的更好 因为我们会接受更多的外国人 跟我们合作 跟我们同样一起 把我们中国文化很快的带出去 如今 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 作用日益凸显 文化的影响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广泛而深刻 有了文化的自信 我们才能在高扬民族文化旗帜中 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基 守住心灵之魂 才能在传承中创新 在弘扬中光大 今天的文化时分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我们精彩继续 对